然後會說一下特朗普在臨落任之前 當然現在仍然有很多人相信他可以扭轉敗局 尤其是現在很多黃標KOL都堅持說1月6日就是這個翻盤之日 因為他們號召人去包圍華盛頓等等 當然我也說如果我猜錯是最好的 我內心就是希望特朗普一定要贏 但是問題就是香港人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很多人都是不願意面對現實 這個當然是第一節我待會說的 你支持一件事不代表那件事就會贏 而如果有人告訴你現實是怎樣 你們就要發難走 你現在是不是撐對家? 你現在是不是默默默默? 我是un dislike你 我unlike你的page 其實這樣的文字就抵給共產黨玩殘 但是我最主要都是集中去說 可以 可以